整斗西式典雅建築 是一间知名幼儿园 现在传出有诈骗魔手 身向不知情的家长 有网友在网络上爆料 说已经离职了前任陈姓园长 和他母亲提议入股投资 更以利益引诱 称以十万元入股 每三个月就能领八千元 一年能领四次 更不断强调不可以对外宣扬 否则他的园长位置就不保 我们投资的武器 有拿到一次而已 有家长基于对园长的信任 一次就投入五十万元 更有家长连合约都没签 就先入股二十万 但所谓的合约也都是假 家长向园长反映 合约名字签错了 没想到换来的是已读不回 这才惊绝遭到诈骗 十多年来总诈骗金额 已经超过六千万 目前好像五六十几个被害者 我们要对陈姓长还有学校警告 别说他们是 三十月二十几号才知道 对此校方紧急贴出声明 原方强力谴责如此行为 该名园长也已经请辞 表示这是对方的个人行为 警方已通知 涉案园长到案说明 后续将依法侦办 陈姓园长随后在脸书上贴文 称这都是他的个人行为 和学校无关 对每位受害者及学校深感抱歉 网友也感叹 挡得住网路诈骗 逃不过来自敬爱师长的背叛 记得钟正贤如今的陈珍茂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